随着人民公正党在昨晚的中委会议不同意民主行动党要解散槟城州议会举行闪电大选以后 民主行动党今天表明将会给予人民公正党时间决定是否举行闪电州选举 也是行动党秘书长的槟城首席部长林冠英指出 火箭愿意给予公正党合理的时间决定是否举行闪电州选举 不过林冠英强调举行州选举不能再拖了 无论如何林冠英有信心行动党和公正党会在闪电州选举中胜出 人民公正党星期二召开中委会以后 不认同行动党要举行闪电州选举的理由 不认同行动党无论 中国如果了解冲我的队好 如果从未来与èn孟仑格的话 所以我不认同行动党